面对变幻交织的国际形势 各国需要团结协作 而不是分类对抗 人民希望开放进步 而不是封闭倒退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我们实际上都有这方面的意愿 就是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 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 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 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没有变 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 没有变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立场 没有变 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 没有变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积极理性的态度 之后 我们两个签计会 由于大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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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